就在荣耀Note10发布后不久,外国数码媒体又透露出一款荣耀新机型。 从外观上来看,这款荣耀新手机,在荣耀时的基础上,取消拉头目的按键,评价比有进一步的提升但是下巴还是有点尴尬。 我感觉这个外观正面来看有点像小米8,高头夹下巴,也是属于一款像iPhone X的手机,但是感觉边框会比小米8小一点下巴也会收窄一些。 毕竟这个只是宣耐图针机的话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样。 屏幕方面使用的是5比8英寸的LCD屏,正面没有采用屏下指纹方案,应该会采用后置指纹,加人脸识别的解锁方式。 机身背部仍然使用的是与荣耀时类似的3D玻璃机身,后置的双摄像头此次没有竖像排列,而是横向排列在左上角。 在看多那千篇一律的iPhone X背后设计后,又看到这种经典的相机摆放还挺好看的。 除此以外还支持无线充电和QC3.0的宽充,充电速度对比之前会有提升。 在相机方面使用的是,后置双摄像头分别是2000万像素加2000万像素,拥有6倍光学变角,在录制视频时也可以达到1440p的高清视频。 正面刘海中的前置摄像头,拥有2400万像素和人脸识别。 刘海的其他元器件还拥有3D结构光听筒等元器件。 我觉得这小米8越来越像了,改变几乎不大没有什么新意。 但目前只爆了爆料这些信息,期待之后还会有其他新技术。 在处理器上70980处理器是肯定会有的,在内存规格上达到了8G耐存起步。 高配版甚至拥有实际内存。 硬件配置上荣耀一如既往的墙。 而且荣耀最近主打游戏体验在游戏性能方面补足了GPU的脸色,要许多追求性能的游戏玩家也为荣耀买单。 荣耀最近的手机也开始往游戏方面发力。 荣耀Note10更是游戏专用手机不仅拥有超大的屏幕,而且拥有PC上的夜冷技术。 这个浪黑沙游戏手机好烦压力了。 最后我们再谈一下荣耀系列手机的实际使用企业,是否真的如厂家宣传的一般好。 华为发布的Turbo技术后华为手机的性能,已经被大家越捧越高。 购买华为荣耀的手机的人也越来越多。 今天我就从使用过荣耀手机的普通用户角度,给大家带来使用感受。 准备入手荣耀或者华为手机的人可以参考一下。 首先是在外观上荣耀手机确实好看,而且手机材质手感很好,让我觉得不够好的就是它的下巴。 采用刘海全面屏的荣耀,依然保留了传统的红件以及宽厚的下巴。 到手机的屏占比和外观有一点缩水。 在硬件配置方面,大部分荣耀手机现在性能都很强,而且系统游换很好,日常使用非常流畅,像在玩一些吃鸡,或者王者之类的主流热门游戏完全不在话下。 虽然打不到买着绿的效果,但是高特效也能流畅运行。 但是这,是手机刚买来的时候的一种状态。 当手机安装游戏与APP较多并且使用较久,以后流畅度就有所下降。 虽然不会巧对比之前肯定没钱快了,这也是很多安卓手机的通病。 最后一个就是续航问题,我手上的荣耀手机在玩游戏时耗电非常快,而且发热比较大,尤其是在没有开空调的夏天,玩上半小时以上就发烫。 目前在手机把热控制上做得比较好的要述那些高端的旗舰手机了,毕竟一分钱一分货总体来说,荣耀手机还是很值得购买的,你们觉得呢? 感谢观看